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所有给予本次活动支持和帮助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遭受重创的旅游业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旅游复苏正在重塑新的格局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直此之际举办本次在线论坛 是希望加强与海外旅游同仁的经验交流与分享 探讨旅游复苏的重振之路 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论坛上的头脑风暴 真知灼见和点睛之笔 为北京市文旅业在新冠疫情挑战下 如何化压力为动力 化危机为生机 化来势为盛势 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我们的旅游再出发 将以坚定的信心 不变的热忱和有力的举措 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 做量 双奥之城金名片 做优 智慧文旅 新生活 虽然2020北京文旅全球战略合作 在线论坛活动结束了 但我们未来在文旅产业的合作 仍在继续 本次论坛全程将保留在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 供全球旅游从业者随时访问和回看 依托北京市文旅局的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联盟体系 和各旅游主流推广渠道 本次论坛吸引了 约600家国际旅游企业 协会组织的参与 累计3000余人在线观看 并且由覆盖全球的 几十家专业媒体予以报道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 北京文旅资源系列云推介 与北京文旅资源的产品库 以全时无界 丰富多彩和实时互动为原则 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化地向国际业界 展示北京市文旅资源内涵 特色产品服务 最新政策举措和疫情防控准则 为有志于北京文旅开发的 业界精英们提供支持 希望各界人士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 了解北京的品质生活 爱上北京的开放包容 做出北京的文旅平台 再次感谢业界朋友们 对本次论坛的关注与支持 旅游重启 北京与你同行 期待我们再度相逢 发现不一样的北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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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